管理,它題目是說呢 這個大學,圖書館 他整理那個全校所有系所申購的圖書資料 OK,因為像我們學校每年也會有很多的申購資料 老師也會提供建議 那希望圖書館 採購某些書籍 然後呢,圖書館也想針對各學院系所進行 資料的篩選查詢 也就是說,將來如果你要針對有些資料做進行 篩選,其實是查詢的話 那用什麼方式做查詢最簡單 那其實跟各位講一下,在以色列裡面有個功能叫篩選 如果你懂得篩選的話,其實你要找到你想找的資料,其實就非常的快速 但是如果你不會的話,你變成你要塗髮鏈鋼 用眼睛比對,真的絕對是非常浪費時間的事情 所以切記 有很好用的工具,你一定要懂得利用,千萬不要在那邊塗髮鏈鋼 然後呢,底下的話就開啟這個檔案,然後進行底下的相關的 題目啦 總共會有 1到3 然後底下的話 應該總共有 1到3吧 不過最難的就是這個 它這邊有 有end,right or left 光這個 能夠 做對 其實就很 不容易啦 OK,不過要怎麼做 也許我們還是按部就班來看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打開之後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它要 所以你打開這個檔案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你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其實有兩個工作表 一個工作表是 是圖書資料 把它縮小一點點 一個是什麼 圖書年份 那你會發現這個資料總共有幾筆資料,Ctrl向下 這邊總共有557有沒有 也就是說簡易啦,556有沒有 Ctrl向上 Ctrl向上的話你會發現 它最上面的話基本上 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減掉557嘛,所以556 也就是556筆資料,你會發現它所有欄位就這些啦,總共有 它的借構號,它的提名,它的作者是誰,然後它的書目編號 出版社等等的 那切到這邊來看一下圖書資料 Ctrl向上看一下 這些有沒有哪一些 其實你會發現喔,這兩個資料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這個到I 這個到H 少了哪一個欄位 系索 類型有嗎 這邊有類型 出版社也有 編號 作者 提名 哪一個沒有 書目編號有嗎 有一個編號 哪一個沒有 年份 年份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裡面 少一個年份而已 有沒有 然後另外還有哪一些 Ctrl向下 這個是多少 558 557 少一筆 應該這邊是多一筆 那假如說 其實理論上這兩個資料應該是一樣的 我剛好看過 可是有哪一些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 這兩個有哪一個 等於是說558這個好像多一筆 可是問題來了 到底多哪一筆 你如果想要比對的話 那要怎麼比對 OK 如果假設 你們想想看 如果說 總 不是說叫你用土華煉鋼去比較 所以 如果你要把兩個資料 一個 一個可能是新的 一個可能是舊的 那如果你要比對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其實可以用 兩個 像 好像我們在一年級有上課的時候用到黑名單篩選 其實如果說你要比對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插入函數 裡面的話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在統計類裡面有一個函數 叫 康义鋼 康义鋼的話 基本上 就可以幫你做 資料的比對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 到底557 558 到底差哪一筆 那理論上 你們可以找一下 哪一個資料應該是不會重複的 這個借過好像會重複 作者太長了 提名也太長了 那 書目編號應該不會重複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書目編號 那首先如果用康义鋼的話 你必須告訴他說 你的那個 這邊 Range 比如說我比 比一下書目編號 比如說書目編號裡面就是 這個 從 D2 Ctrl Shift向下 一直幫我比一下 比這個範圍 那條件的話就是跟這個比一下 如果有的話幫我出現1 沒有的話出現0 那如果按確定的話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不過我看一下 這個公式裡面 這個它好像已經有 固定一個範圍 所以不用 不用把它鎖定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它會幫你全部比完 比完之後你可以看到 只要是0的部分 那就表示 在 後面這個資料裡面沒出現 所以你會發現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把游標放在 IE的上面 再用資料裡面一個篩選 篩選的話呢 它就可以 有點像漏斗 我們把0的部分留下來 我就知道哪一筆資料是 下一個工作表沒有的 就這一筆 所以為什麼這一筆沒有呢 不知道 這個是證照考試題目 我只知道說 原來 這一筆資料 是跟 後面那個資料 不一樣的地方 OK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有新資料跟舊資料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COUNIF 跟 篩選 就可以很快把資料比出來 這是額外說明一下 因為我剛剛蠻好奇 為什麼兩個 它放兩個 好了不管這個剛剛是額外補充的 所以用COUNIF加篩選 就可以很快把兩個資料 做一個比對 OK 當然如果你以前假設不用COUNIF的話 那真的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根據題目要的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它要做什麼 請你在圖書資料工作表 所以是第1工作表 插入10列 然後並且把它做表格 中等申請12的樣式 然後呢 再把表格的名稱改成 叫圖書資料管理表格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怎麼做 首先第1個 我們插入10 10列的話就是請你把 油標放在第1列 到第10列 然後按 滑鼠右鍵 按下插入就可以了 這樣就有10列 OK 第2的話 油標再放在 A11上面好了 然後找到常用裡面 有個叫表格樣式 那我要講到中等 有沒有 中等然後第12個 這個從第1個 第2個 那一直在推 總共這邊應該7個吧 8 9 10 11 應該是這一個 OK 然後點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知道 是不是 A11 到H的568 沒錯 有沒有標題 有標題 所以按確定就OK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它的名稱要叫什麼 名稱的話叫做 圖書什麼 圖書資料管理表格 所以呢就把這個圖書資料 圖書資料管理表格 所以我偷懶一下 拿這個名稱Ctrl C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圖書資料管理表格 管理 OK 按Enter就可以了 那表格名稱就放上去了 記得在設計裡面可以找到 然後呢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這個第 A的部分 14A 那再來的話 凍結窗格 凍結窗格怎麼凍結 把那個1到第11列凍結 那凍結的話特別注意 也就是將來你捲動的時候 這個不要動 底下凍而已 所以你可以把第11列選起來 選完之後的話呢 再找到什麼呢 教約 應該是凍結窗格應該在哪裡呢 在 檢視裡面 OK 檢視裡面呢 找到所有的凍結窗格 那把 我們那一列給凍結起來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喔 凍結頂端列 把它選起來 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基本上 凍結完之後 理論上 捲動 更正一下 Ctrl Z 不是 第一個選取這裡 然後凍結的話 我把它先取消一下 應該是凍結什麼 凍結我目前選的 所以你把它凍結之後的話 就可以把底下的這個 選取的藍給凍結住 然後它卷動的時候 不會跟著跑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部分 特別注意喔 選取的話 記得選第10 不是第11列喔 記得選 你要 不要動的部分的下一個 所以下一個的話 應該是第12列 那再用那個凍結窗格 裡面的 這個凍結窗格 如果你剛剛已經有凍結 你把它取消掉 然後再按凍結窗格 這個時候你確定一下 就捲動一下 如果呢 假如說 它的 藍位名稱沒有跟著動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是成功的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試一下 第1支B的部分 凍結窗格